你 可以用你 好久不見了 我是來跟你說謝謝的 謝什麼 謝謝你那天幫我按奶阿嬤 還幫我送友日回家 替我解決了我的難題 你要謝 應該是謝我當天堅持送你回家 才會後面的事情 反正謝謝你 不用客氣 坐 你該不會真的只是想來說聲謝謝 不想喝杯咖啡再走嗎 拜託你 快給我一杯真正的咖啡吧 這間喝那些黑藥水 這超痛苦的 我還在想說 你是去哪裡喝到 比我這裡還好喝的咖啡 可以忍這麼久 三天前剛烘好了 現在是味道正好的時候 好香啊 咖啡 我終於活過來了 怎麼樣 今天的咖啡原本哪裡不太一樣 有 它的味道很有層次 最特別是有一種酒香 在入口之後在口腔內 回味無窮 非常乾淳 真會說 你要不要改行當咖啡評論家 這是新口味嗎 叫什麼名字 以後我來都要喝這杯 我打算叫她最愛 喝醉的醉 因為這是當天 看你喝醉得到的靈感 而且我還不打算放到美妞上賣 但是如果你想喝 我就特別做給你喝 最近過得好嗎 還不錯 只是有點久沒看到你 有點想念 好了 不要再講這種話了 我已經免疫了 你要是再繼續說的話 我要打包帶走了 好 不說 那等一下 這一包是你的 我的 今天阿嬤有來 這是她去中藥行 幫你配的飾物藥包 因為她說你整天忙工作 都不懂得好好照顧自己 所以有點 不順 她叫我一定要談給妳 阿嬤怎麼連這種事情 都交代給你 她就常來啊 她還幫我固定 我就幫她一點忙是應該的 不行 我們一定要做個了斷 如果繼續讓我的家人誤會 我們兩個在一起 他們就會繼續來煩你 我真的不想讓這種誤會 越來越深 那如果誤會解開的話 你還願意來喝咖啡嗎 如果沒有自成顧慮 我當然會來啊 誰叫我已經喝罐 你煮的咖啡了 那我們還會是朋友嗎 既然我們還會是朋友 你也願意來喝咖啡 你要做什麼我都沒意見 說吧 你要我怎麼配合 我們要演一出很逼真 很精采的大戲給他們看 什麼戲 分手戲 就在想說的美心話 一個屋簷下今天還好嗎 好好看 雲再流浪眼淚流下 別再猶豫一天亮慢慢走回家 兩人一起在那屋簷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